各位錶迷你們好 看到這隻這麼大隻這麼搶眼的手錶 是什麼手錶來的呢? 這隻就是Charrio夏里豪的手錶 通常介紹夏里豪的手錶或者手飾 都是女士的手錶手飾 這次就很難得 因為這次所介紹的這隻夏里豪的手錶 就是它的Grand Calcika的自動計時馬錶 一看就知道是男士的手錶 所以錶徑目測應該45-46mm 都很厲害的 我最喜歡的手錶有細節、細節 這隻手錶真的很多 你看到它有三個10Dial 六時位置的圓形 九時位置的小秒針 就像螺旋一樣 一個小秒針盤 12時位置的又不是圓形 所以很特別 46mm錶徑 厚度是16-17mm Luck to luck 超強的 55mm 左邊還有Charrio的標誌 還有你打側看 你看到它那個錶鏡 那個藍色錶鏡 其實就是弧形 有點像我之前介紹的 Bulgaria 寶格利安的錶 它也是這樣 然後中間的鏡子 是凹凹了少許的 它三個10Dial 都呈現不同的狀態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這隻錶的設計 其實都頗不惜公本 而移出標觀 移出一格 就可以調整日力 順時針調整日力 逆時針調整日力 逆時針調整星期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佈局 星期日力 和小秒針 類計 都大概知道這隻錶 其實使用的機芯 就是ETA 或者大家可以說 VALJU的7750機芯 而且錶觀很大隻 還有一些膠 所以你調整時間的時候 就非常之有手感 非常之方便 我按了二時位置按鈕 中時計時秒針就動動 到時看計了多少 先看看帶線 扣上也有Charrio的標誌 有蝴蝶扣 一按兩邊打開 就可以看到底 底也是非常漂亮 你看到它7750 鎖也是呼應小秒針盤 中間有些流胸 真的很少在其他錶看見這樣的設計 看起來非常高級 Charrio, Geneva,日內瓦 我最近也去過日內瓦 日內瓦的牌子 100米防水 所以這隻真的是一隻運動錶 100米防水 這麼大隻 你看到鎖也呼應 它的底部好像有些 Coin Edge Bezel 前幣 或者螺旋 的紋理 所以它這件 由錶面 小秒針 到底部也有 而且你看到小秒針盤 還有夜光 真的很特別 這隻手錶 這樣設計的手錶 我相信在坊間找到第二隻 都比較難些 整件事真的比較難些找到 戴上7吋的手錶 46mm錶 當然很有分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試試戴上手 看看能否可行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錶本身的設計非常有個性 坊間其他手錶 都比較少見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鏡子 中間套進去 這個設計 真的不是很多手錶 是有這樣的設計 看到12時位置的 累計 走了幾分鐘 30分鐘 累計 6時位置的12小時 累計 當然未動 未有這麼快 9時位置的秒針盤 就不斷地動 夜光已經看到了 非常之特別 整個螺旋掌 或者忍者飛鏢 總之這個設計很特別 真是看到也開心 看看 現在走了大約3分鐘左右 或者停一停 按二時按鈕 就可以停止計時秒針 看到中至計時秒針的counterbalance 也有一個c字 就是牌子第一個字母 所以蠻有特色的 按四時位置 全部歸零 中至計時秒針 以及累計指針都歸零 這個牌子是1983年成立的 這是日內雅的牌子 今年是2023年 大家屈指一算 就知道今年是40周年的紀念 所以它也有這個特別的紙袋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 Celebration的慶祝呢? 不過我這個紙袋也寫著40 因為今年是40大壽 這隻錶真的不適合所有人 包括它的大小和設計概念 都非常之有特色 我不小心看到 原來有一個TVB的明星 也曾經戴過 其實它不是代言人 它應該是欣賞這個設計 自己買回來戴的 給大家看看是否認得它 髮型是不同的 它就是蕭靖男 歌手和藝員 也曾經戴的手錶 說到最後 這隻手錶 其實戴多少錢 定價是超過3萬 雖然它是通用機芯 但現在的ETA 7750都賣少見少 因為是Swatch Group 現在都不賣出去 而且你看到它的造工 包括它的鏡子 錶面 布局設計 鎖面 所有的東西都是很特別的 做法和很用心去做 現在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到佐敦魚畫國貨 入面的榮記錶行 其實我之前也拍過其他 女裝錶手飾 大家都知道折扣是非常之強勁的 所以這隻錶其實是兩萬都不用的 即是一萬多元的價錢 我覺得如果大家手腕又大 以及大家都想戴很特別的運動錶 這隻可能就適合你了 或是跟太太一起 都是戴Charrio的手錶 男女裝一起戴 做對裝都還可以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像今天介紹的夏里豪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支持訂閱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 介紹一些小眾的牌子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但我相信有一群錶迷 是喜歡看這些手錶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